现在印度进入晚饭时期 已经到了晚上的六点 大家都在找晚饭吃 那里有一大堆的米饭 这个是高压锅 对是高压锅 一大堆的一大堆的米饭 这个高压锅很高 你看一下名副其实的高压锅 首先它得够高 这边的卫生条件也算还可以的了 虽然跟大城市没得比 但是比起那些比较偏僻的 瓦安娜西之类的 这里已经卫生条件还可以了 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瓦安娜西 好不好 那边的卫生条件要差一点点 比这里差很多吗 就是牛粪有点多 还有扔的到处都是 这边好歹也算是食物吧 也就是食物残渣而已 其实到了晚上 出门心里面也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慌 你慌不慌 我没去啊 有我在当然没事 我以前经常一个人出来跑 到了晚上啊 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 就会有很多看起来跟喝醉了一样的人 这里旁边很多有让客户 有的有的 尽量不要去不要拿镜头去拍到他们 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跟你要钱 很坏的 就因为拍到了就要给他 要给他钱 就是天下那些乌鸦往上出来 还在叫的话有点剩的 习惯就好了 就是时间久了的话 感觉还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对 很审美 这多少小都有点问题 嗯 不然怎么会找你呢 给他20卢比 里面 就20了 对 给他 就20卢比 这边 这边 嗯 他说这个烂了 嗯 No problem OK 他不要烂了一点点都不要 不要吗 对 还挺讲究的 拿着拿着 他给你好吃的 应该没有问题吧 吃啊 拿嘴里面吃 巴黎巴黎巴黎 巴黎巴黎 巴黎巴黎 怎么不圆呢 对 有的圆有的不圆 你这个钱是烂的 肯定没有那么圆 好不好吃 酸酸的吗 还有呢 等一下 你吃一个吧 我不要 我吃过很多了 很酸啊 很酸啊 酸酸咸咸的 你扔的干嘛 他用来装那个的 啊 呃 what what is this 啊 name 傻不傻 你别往自己身上站了 不要不要你吃吧 哈哈 我也来 我也来 给你 你又吃吧 不知道 一般是二十路比有三个 对 你吃吧 你拿拿着你又吃就对了 你吃你吃 还有两个 等一下 这些是绿色的姜 不算姜啊 这就是绿色的水 不知道怎么调成的 旁边那里是土豆捏成浮火 这段是比较简单的 这段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这个是可以切习惯的 可以的 对啊 很多人都很喜欢 啊 拿钱吗 给钱人家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 为什么 就是吃完之后可以洗一下手 这是一些调味料 盐巴 还有那个粉状物 还有辣椒都有 我觉得这才是我吃的一个正宗的印度食物 之前是不正宗吗 拉不拉肚子 还是主要是要看这个 对对对 只要环境也是有限吧 但是总的来说 他们还是会比较注意卫生的 那个厨师的话应该也是有洗手啊 因为他的客人都有洗手 中午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炒饭 还是比较干净的 现在如果以后明天或者今天晚上要拉肚子 的话就是吃的 对 好了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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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试一下这个 试一下 太吵了 赶紧选赶紧选 他吃了还是很不错的 他就是牛奶味的冰淇淋 味道非常纯 但是下面这个我以前以为是塑料来的 看起来很像塑料 我觉得加了很多色素 吃起来的话跟昨天那个口感不太一样 我试一下 来吧 试一下 稍等 你别那么迫不及待的抢好不好 好冷啊 当然了冰淇淋好不好吃 好像跟国内的差不多 他味道比国内的要浓一点 对 浓一丢丢 而且他很便宜 只要一块钱 爽不爽要不要再买一点 谢谢 谢谢